新北市目前已经陆续在各区成立200多处的银法俱乐部 以及18间公共拖劳中心 让长辈在地救养健康乐活 长辈们在中心内除了可以获得良好的照顾外 也能和许多的同学们互相交流玩游戏相当轻松快活 而公共拖劳中心不但设备齐全 也规划许多活动以及智能训练 让长者们可以身心更健康 来到淡水、巴黎以及五谷的三个公共拖劳中心 可以看到在银法俱乐部的部分 有许多的长者聚在一起打桌球、唱歌以及打卫生马将 而在日照的部分 大家也聚在一起玩互动游戏 细分相当欢乐 大家也太无聊了 又没有人过 万一说发生什么事情就不 没人知道 聊天 大家做游戏 都很累了 蛮好玩的 很贪得来 这里不错 这里照顾得很好 你看他们有能力的 像我们在上厕所 有时候他们忙不过来 他们就辅导去 照顾服务员就有带人 照顾 照顾五文不字 照顾得很好 提供轻度到中度失智或是失能的长者 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我们这样的公共拖劳中心里面 大概设置两个区域 一个区是银法俱乐部 比较是提供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 有些休闲文康的设施 提供社区银法族可以加以利用 那日间照顾区里面 我们有最专业的团队 有护理师 照顾服务员 提供最贴心最亲切的照顾 那我们帮长者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主要的活动分为两种 一种是运动附件类型的 我们通过一些运动的器材 还有一些运动的课程 帮助长者不管是在上肢的部分 还是下肢的部分 有些激励的训练 第二个部分是认知刺激的课程 我们通过一些团康 甚至一些认知 感官刺激 怀旧团体等等 可以帮助长者 可以延缓老化的速度 在淡水及巴黎的中心内 几乎天天都有 泡脚足浴的项目 不但可以触及悬疑循环 也可以缓和情绪 大家也趁这个时候 互相聊天抬杠 可以说是他们每天 都期待的一项活动 这个也好舒服 小动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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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 早上早起来 用完餐过后 然后上一些课程 参与一些活动 然后中午午休等等 所以一刚开始 长者面对于作息很大的一个改变 确实会蛮不适应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跟这些长者相处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爱心跟耐心 让他们慢慢对这个环境 放下他们的一些的防卫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认识老朋友 对这些长者是很重要的 这些老同学聚在一起 他们久而久之每天都会打招呼 而且在一起久了 也会聊一些家里的故事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老同学 让他们在这个团队慢慢有了归属感 目前在新北市共有18所的公共脱脑中心 以及200多处的银法俱乐部 前者提供失智失能长者专业的日间照顾 后者提供健康长者运动休闲社交与快乐学习的环境 是否让长辈在地就养健康乐活 将新北市打造幸福城市 杰鸿强市伏长报道